請 請 我們今天的預見科學講座的主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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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援軍劉教授 還有在座各位 對玉建柯傑這個講座 充滿了對這個求知的一個熱情的 各位貴賓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是寒流來襲 那麼真的是各位還願意來參加這個 更令人感到敬佩 那麼事實上我相信各位來 今天來一定會覺得是不需此行 一定有很好收穫 因為我們今天講的邀請的講座 李玉建教授是絕對是這方面最恰當的人選 那李玉建教授我想我簡單二要跟大家做一個背景的介紹 李玉建教授現在是在東武大學物理系任教 事實上他在東武物理系已經教了三十幾年了 非常之深 東武的物理系就是他創系的 那事實上他一路在東武物理系理學院 東武的校長都擔過 然後他的背景當年是從台大物理系畢業 後來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也是物理學博士 其實我也願意跟各位做一個背景的報告 當然三十幾年差不多四十年前 玉建教授那個時候從建中進台大物理系 那個時候的台大物理系是聯考那時候叫甲族 甲族的一個綁手 後來一段時間以後才變成物理系什麼 財政電機系之類的 在那一段時間來講的話 全國最優秀的人才 事實上都在台大物理系 那我們劉教授那時候事實上就是 台大物理系最頂尖的 對的 這支援物的 極有潛力的 學的 的 科學 科學愛好的求資者 那後來出去留學回來了 還是新系 整個台灣的一個科學教育的一個普及跟提升 所以三十幾年一直在教育崗位 除了在教育崗位做了非常多的培育人才 專業研究 專業以外 事實上我們劉教授還不只是 守住學術的基本面 事實上他還非常的關心 各個方面的整個台灣的進步發展 比如說我舉兩個例子 比如說他事實上 他 在科學教育的推廣上 在當年大學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事實上就跟一群志同道人 創辦了科學月刊 後來科學月刊 等到他們學診回來了以後 那麼我們劉教授出來教職以後 他也在科學月刊擔任 華群人的角色 所以事實上也一直在這方面 站在第一線的推廣 因為他們來講的話 在當年 他們當時在美國 大家有志一同 台灣讀法 相對那時候台灣的一個 比較閉塞嘛 所以要到國外去 讀 留學 但是除了做學術的專業以外 那時候也對 這些 剛好當年的時候 發生了所謂的保調運動 那實際上他們也是保調的健將 因為就是說這個 不只是說學術的專注 對於一些 基本的一種 就是每一個作為知識 都應該去關懷 也是這樣的情懷 事實上使得 劉教授 即使回來以後 在任職上 教育的專業港以外 事實上對台灣科學教育的普及 對科學政策的提升方面 都做了長期的 這樣的一個關注 協助 以及監督方面 這方面事實上是不勝媒體 那我知道大家要聽的是 不是我的罪言 而是我幫劉教授精采的演講 那他精采的題目就是 左右對稱之多少 我想這個是物理的最基本的概念 那整個對稱 那這裡面很多 其實代表的就是說 人類對整個宇宙 對宇宙秩序的了解 或者 或者乃至到物質的 最基本的東西的認知 我想這個由我們劉教授來 唯有的到來 一定可以給大家 開啟很多的 這樣的一個 知識的一個門戶 那我想我們是不是 我們這類掌勢來 歡迎我們劉教授來 做這樣的精采演講 謝謝 謝謝這個社長的介紹 這個只是更正一點 就是我是基隆中學 這個畢業 然後進台大物理系 那個我參與科學月刊 這個特別要提一下 這個是追隨我的同班同學 叫林孝信 這個這個辦的 林孝信的是我們這個社長的哥哥 這個很多人不知道 要必須 好今天我這個講演 左右對稱之多少 這個題目 我覺得涵蓋面過廣 應該這個這個 讓這個 大家 對於這個 平常見到的各種 這個生物的 這個數學的 物理的 化學的 一般這個文化上面的現象 把它這個聯繫起來 這個專門觀察它的左右對稱的問題 然後 不只看古時候的一些東西 也聯繫到最新的一些發展 我是希望 在這個 這個 一個通俗講演裡面 讓大家 認識 什麼是科學 這個 這是我的大綱 首先我談談照鏡子 各位可能不懂照鏡子 那麼我要介紹秤 要說明一下 什麼是左右對稱 那麼 然後 這個 講這個 現象界的左右對稱 與不對稱 要講到大自然的事物 日常生活所見的事物 分子世界 然後探討一下 自然率是否左右對稱 從現象講到自然率 最後談一個問題 是一個 假想的問題 如何與遠心人變明左右 好 先談談照鏡子的學問 小朋友在這裡 這個 你會照鏡子 會不會 會 好 那這個照鏡子 這個 你跟鏡子裡面的 這個 像 像不像 像 像 好 如果你的 這邊長了一個疤 在這邊 鏡子裡面的那個疤長在哪裡 對 我 那 像不像 還是像 這是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好 這是你的回答 好 那這個是 一般人當然是這樣回答的 那麼當然這個是 左手 在這個鏡面 有一個鏡面 都看不到這個鏡子 真的 這個鏡子的 看起來是像一個右手 這個是 一般人的理解是這樣子的 你懂照鏡子嗎 下面我彈彈看 剛剛問了 鏡像中的像 與你像嗎 我必須要說 這個不太像 假如 我這個巴是在這邊的 那個像的在 它 它在另外一邊 這個 這個兩個不太像的 是有點像 不太像的 好 那麼這個 這個並不 所以這個答案 應該是說 與你像嗎 除非你這個人是很對稱的 好 那比方說我頭髮 像我這個頭髮是偏左的 那這個鏡子裡面的 像就跟我不像了 如果我這個頭髮是中分的 那就比較像 鏡子的像 裡面像 跟我們人的關係 是不是左右顛倒 小朋友回答 是 是不是 是 是 都是 那我現在講 假想這裡有個鏡子 這是 就是鏡子 我沒有帶鏡子來 鏡子來 好 你說是左右顛倒 現在這個鏡子 鏡子 左右跟上下 並沒有區別 我這個翻過來 這個是 你說是左右 翻過來就是上下 這個鏡子的 這個方向和這個方向 並沒有區別到 如果你說 鏡子的像和你是 是左右顛倒 試問 上下怎麼沒有顛倒 這不是很奇怪嗎 如果說左右顛倒了 上下也應該顛倒 這個推論 同不同意 要想一想 我先不講放的 照片面鏡 好不好 上次有沒有顛倒 明明沒有 沒有的話 我就倒過來推 應該左右也沒有顛倒 這個推論同不同意 大家有點疑惑了 好 那至少我要挑戰這個問題 左右顛倒嗎 如果左右顛倒 鏡子 鏡面的上下 因為左右 與左右並無差異啊 如果左右顛倒 為何上下沒有顛倒 好我們看一看這圖 其實照鏡子 我們用一個 因為是三度空間的東西 我們用三個箭頭 來表示這個東西 那麼 看看 這是上下 上下的方向 這左右的方向 這是前後的方向 這是鏡面 照鏡子的時候 左右 還是左右 上下 還是上下 看到沒有 上下有沒有改變方向 左右有沒有改變方向 沒有 那鏡子的像跟這裡 這個物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你發現前後變成後前 所以一般人並不懂照鏡子 天天照鏡子 並不懂照鏡子 照鏡子在做什麼 前後顛倒 前後顛倒 在做這件事情 在做前後顛倒 照平面鏡我們講 其實在做前後顛倒 那為什麼我們大家 錯以為是左右顛倒呢 因為我們的形體 由於地球表面向下的重力 多半是左右對稱 日常所見物體也多具左右對稱 所以看到一個左右 不對稱 比方說左手 看到變成右手 就以為是左右顛倒 因為這是我們日常的這個經驗 多半看到左右對稱的東西 看到不對稱 那就說是左右不對稱 其實在做前後顛倒 一般人不太了解這個事情 下面我要講一講 秤 這個對稱裡面有個秤 秤這個字要做一個說明 秤的英文叫symmetry 通常這個symmetry翻譯就叫對稱 對稱 什麼叫對稱 叫稱 我不喜歡叫對稱 因為這個稱不一定只是對稱 對是成對的意思 那這個有些不是成對的 其他的各種各樣的稱 那通稱就叫稱 這一個圖形或者一個食物 經過變換後 能與原圖形或原食物相疊合著 叫做稱 等一下我用一些圖片給它說明 那麼 這有三大類 一個叫移稱 就一個圖形 你經過這個 一個平移 能夠跟原來的圖形 能夠跌合的叫移稱 如果經過一個旋轉 能夠跟原來圖形跌合的叫轉稱 另外今天的主題講的是 近稱 左右對稱是所謂近稱 就是一個東西 照了鏡子之後 能夠跟鏡像能夠跌合的叫做左右對稱 叫近稱 我們看看移稱 這個 這裡有些圖片 這個圖片 你想像它是無限延伸的 所以 平移 從這裡移到這裡 或者是 從這裡移到這裡 或者移兩格 這個圖形完全一樣 這個叫移稱 那當然很多了 這個圖形 有很多很多移 這個也有一移 這個是誰畫的圖 叫Asher Asher是荷蘭的一個藝術家 他畫很多很多這種圖片 等一下我們也會看到其他一些例子 你看這個他畫的是蜥蜴 蜥蜴 他拼起來的這樣的一個圖 這個蜥蜴 搬到這個蜥蜴 這個圖片都怎麼樣 都能夠疊合 所以這個有一移的 一移 但還有其他的移 我不在這裡講 立體的圖 也有一移的 想像這些圖是 無限延伸 這個是 好像是個氯化鈉的晶體 這是氯 這是鈉 這個晶體 無限延伸的話 這個移到這裡 整個的圖形都可以疊合 有一移 是立體的一移 這個是鑽石的模型 這每一個都是碳 你看 從這裡搬到這裡 或者這裡 任何一個搬到哪一個 整個圖形可以疊合 這叫一移 這個有沒有一移 這個圖啊 這個是 叫Penrose這個人 這個 現在 這個二十世紀畫的 他這個圖形有兩 兩種 圖構成的 看到沒有 兩種平行四邊形 這兩種平行四邊形 構成的 他這個乍看之下 好像有 一些 旋轉 這個這個 這個一百零 這就是72度的旋轉秤 但是也沒有 你看有沒有一移 有些時候 你看這個 比方說這個 這個五角 跟這個五角 這個搬過來 這個五角跟這個 如果是疊合起來了 但其他附近的東西 並不疊合 你仔細去看研究 這個這個圖形就沒有一秤 就沒有一秤 下面講一講轉秤 剛剛我講 講三種秤 一個一秤 轉秤 然後近秤 我現在講轉秤看看 看這個圖形 也是Asher畫的 剛剛講那個 荷蘭的這個藝術家 你看以這個中心的話 這個圖轉 這個假想這個圖是 無限延伸 轉一百二十度 是不是疊合 這個是轉秤 這個畫的是什麼東西 小朋友也可以講講 這個畫的是什麼東西 像什麼 小魚 蝌蚪吧 好 這個也是Asher畫的畫 有沒有轉秤 有 這個叫天使與魔鬼 這是這幅圖的 剛剛那個圖片 當然 這個也是一百二十度的轉秤 這個圖 有轉秤 這個是九十度的轉秤 不多說了 這個呢 這個圖 你看又是 五種 五種這個 有四種 多邊形構成的圖 有正五邊形的 有這種零形的 有這種形狀 還有這種形狀 這個有轉秤 以這個為中心的話 轉多少 轉這個七十二度 可以結合 這個有轉秤 這個呢 這個也有轉秤 就是Asher畫的圖 這個是 轉六十度的 六十度的轉秤 這個呢 有轉秤 你想想 以這個為中心 轉 一百八十度 是一樣的 那麼它這個圖式上也有新秤 對這個中心來講 這一點跟這一點是 相秤的 任何一點跟它的對面 一定是相秤的 新秤或者叫導致秤 跟180度轉秤 其實是同一回事 就是說你新秤 你看這裡 這個 這個翻 翻轉九十度 再上下再翻轉九十度 就會 會得到同樣的圖形 這個圖 仔細看看有什麼樣的秤 蛤 有的 我想自己 大家自己研究 好 剛剛講的是平面圖形 立體圖形看一看 這有沒有 轉秤 我們以這個 這個叫做正四面體 正四面體 每一個面是個正三角形 每一個面是個正三角形 正四面體 我們找掉它的中心 然後 從這個角轉到那個角 或者那個角轉到這個角 它是可以疊合 這是立體的轉秤 立體的轉秤還有別種 正方體 或者叫正六面體 有轉秤 這個圖是叫正八面體 有沒有轉秤 有 正十二面體 正二十面體 在 西方很早 這個希臘的人 就 發現 一共只有五種 正多面體 一共只有 這個中國人 這個對於形狀的研究 是比較落後 所以 好像 從來沒有這樣的記載 這個要知道 一共是有五種正多面體 這都有轉秤 好 這個 這個圖 看一看 是Penrose畫的 有沒有轉秤 你看 轉了一下 再移一下 有沒有疊合 想辦法疊合 沒有辦法 再看一遍 我們再看 這個圖把它先轉一下 再移 沒有疊合 這個 兩種圖形沒有疊合 再接 這裡還是沒有疊合 所以這個圖非常複雜 這個是Penrose這個數學家畫的圖 這個很有意思 好不談 我們下面談這個 今天主題有關的 就是左右對稱 或者叫近稱 各位看到這裡這個青銅系 左右對稱 先看 平面圖形 什麼叫左右對稱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 比方說是正三角形 這個叫等腰三角形 我可以找到一個面鏡子 放在 放在中間 然後 把這個翻過來 這個翻過來 可以疊合 我們說這個是有 具有 左右對稱 那這個 就只有 那個鏡子只有一個地方可以放 只有這樣放可以 像正三角形的話 鏡子放這裡 或者放這裡 或者放這裡 都可以使它疊合 對不對 這個做了這個 照了鏡子之後再疊合 這個的話 可以有這麼多方向可以放 這個的話更多 好 每一個當然都可以去研究 鏡子放在哪個 哪個地方它可以 照了鏡子之後再疊合 那像這個 圓的話 你鏡子放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疊合 那我們說這些圖形 都是具有 左右對稱 那看一看 這個中國這個 青銅器上的這個 陶貼紋 也就是獸型紋 它畫得非常美 注意到 這是左右對稱的圖案 這是另外一個 陶貼紋的 踏片 左右對稱 很清楚 這也是左右對稱 你可以看到 這個這裡 有一個 不曉得什麼樣的 動物的這個頭型 左右對稱 左右對稱 再看看這個 仿造商代 晚期青銅禮器 所製作的漆器 這個是 青草 做的這個 也非常的左右對稱 日常我們看到 很多東西都是左右對稱的 這左右對稱 圖案也是左右對稱 很漂亮的圖案 左右對稱 這個彩陶 這個彩陶 左右對稱 但是這裡有一點變化咯 再看 是不是所有的彩陶 都是左右對稱 這就不是 所以非常早的時候 我們古代人就畫一些圖案 不一定是左右對稱是美喔 這個左右不對稱 也很美 再看 咦 自己跳 這個 這個彩陶 這個紋路是這樣畫的 這紋路也是這樣畫的 所有紋路都這樣畫 有沒有左右對稱 沒有 這也不是左右對稱 蛤 所以 不是左右對稱的彩陶也很多 這個 花紋 這個有沒有左右對稱 沒有 你看這個是 這個叫做 這是萬字 這是萬字 這個萬字是 好像是 像這個方向轉一樣的 有沒有倒過來的 沒有 這個萬字 左右不對稱 這個花紋 左右不對稱 這些圖案 左右不對稱 下面講一下 立體的東西 這個東西啊 它是一個 壓克力 壓克力的條子 扭成個螺旋狀 這個螺旋狀 你仔細看 它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右手螺旋 你這樣 這樣轉 這個這個這個 我們用這個 手指的方向 這個轉的時候 大拇指方向是它 前進的方向 這一邊 一邊轉 一邊前進 這叫右手螺旋 它像右手 像右手一樣的 就是你 你這個四個指頭 在轉的時候 它前進的方向是 大拇指方向 這個叫右手螺旋 它的鏡像 這是剛剛那個 右手螺旋 它的鏡像是這個 左手螺旋 這個不一樣 這是這樣轉的時候 這樣 往前走 那麼 右手螺旋照鏡子照存 就是左手螺旋 右手螺旋 你怎麼比它 都是右手螺旋 左手螺旋怎麼比 都是左手螺旋 右手螺旋跟左手螺旋 是不一樣的東西 它們互為鏡像 在這個三度空間裡面 這個我們 照鏡子這件事情 再講一講看 我現在 我現在講一個叫導致 導致的 的一個變換 這紅的 這是藍的 這個綠的好了 導致 這個導致 紅的就變成這樣子 綠的變成那樣 那個方向 藍的變成這個方向 這個導致 然後以這個藍的 為軸 再轉 轉180度 紅的就轉到這裡去 藍的在這裡 你看這個和這個的關係 是不是就像鏡像一樣 鏡像一樣 就是說這個 和這個 這個和這個 這個和這個 那麼你叫它 它就有一個方向會顛倒 剛剛我們前面講 是前後顛倒 那你叫這個 叫做左右的話 那就左右顛倒 不管怎麼樣 有一個方向顛倒 就導致以後 再轉180度 就跟一個方向的顛倒是一樣的 好 這裡我不多說 所以 左右 如果 做一個導致的變換 它是 跟原來圖形一樣的話 這就 就表示 它是左右對稱 這個我們舉一些例子來看 你比方說這個 這個假想是個分子模型 分子模型 這個導致的這個心 那這個導致這個變成這個 這個變成這個 這個 這個藍色變成這個 這個變成這個 這個綠色變成那個 做一個導致變換以後 這個完全 能夠重疊 我們說這個是有導致 導致稱 導致稱呢 有導致稱就是有左右對稱 因為有導致稱的話 它轉180度 就是像照鏡子一樣 可以左右對稱 所以 簡單講 講到這裡為止 我們歸納一下 就是說左右對稱 跟導致稱是 在三度空間裡面是 一樣的事情 一樣的事情 你要問一個東西 有沒有左右對稱 你問它有沒有導致稱 也是可以的 好 我看下去 那麼這裡舉了一些這個 立體的圖片 這個是啊 有人呢 就把那個esher 剛剛那個平面圖 所謂這個天使與魔鬼 它坐在球面上 這個很有意思 這個天使接的魔鬼 天使接魔鬼 這個好像這個 它比喻這個世界上 到處是天使與魔鬼 天使與魔鬼 你不會所有人都是好人 一定有好人有壞人 這個是這樣 那我們不去管那個事情 你看看這個圖形的設計 這是個立體圖形 有沒有左右對稱 有沒有 有沒有左右對稱 有 OK 小朋友都點頭了 對 左右對稱 這個是 也是esher的圖片 做成的 魚 這個有沒有左右對稱 有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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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你這樣說 這個魚 這個是這個方向 轉到這個方向 對不對 好像這裡有這個 有方向性 那它 你照鏡子的話 另外 鏡像的那個一定是 那個魚 就是 倒過來轉 這個是這樣轉的 從這裡轉到這裡 那個照鏡子的話 就是變成倒過來轉 這個是左右不對稱的一個圖案 那麼我們來看看 剛剛那個那個 立體的幾個圖形 是有轉秤的 我們來看看它有沒有 左右對稱 仔細看這些 有左右對稱 有左右對稱 我這裡順便就是 找一些好玩的圖片給大家看看 對不對 那個 所以一般人 我們 我們的文化裡面 對這個 那個正多面體的 這個研究比較少 所以不太熟悉 我說世界上只有五種 正多面體 這個你要是 設計那個球 球面的這個 結構 你要說要是 要讓它完全對稱 只有五種球 這是一種設計法 這個就是把這個東西把它 你想像把它 做成一個球 把它吹成球樣 這個就是 變成這個樣子 這個就變成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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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變成這個樣子 有幾種球 五種 五種這個 非常對稱的球 這是 實際的設計 有的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 足球啊 足球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東西的 變形 你看啊 把這個地方把它切開 切平 就相當於這個 這個是 這裡相對於這個 你把這裡切開 把它切平 切平就變成一個正五變形 那這裡 這裡也變成正五變形 正五變形 正五變形 這個就是足球 這個是正五變形 跟正六變形的 這個合起來的一個東西 那 這種 這就是正十二面 體的 這個球 也可以做成這樣的 漂亮的球 對不對 我們地球的樣子 其實你想像 地球有一個 有一個赤道 然後這個 從北微到 北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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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 这好玩 好 下面我们要讲 对偶形跟这个对称 刚刚讲照镜子 讲过了 这个镜像是一个东西的对偶形 我们再用这个术语来讲 你照镜子的时候 那个镜子里面的像 是跟我的关系是什么 它是我的对偶形 对偶形 叫做对偶形 英文叫做initial morph morph是一个形状 initial 对偶形 好 有时候 照镜子的时候 那个像 那个对偶形 跟它是完全一样 有时候是不一样 那不管怎么样 对偶形的对偶形 与本身相同 你照了一次镜子 再照一次镜子 这两次一定跟自己 是一样的 所以叫对偶形的对偶形 与本身相同 如果一个东西跟它自己的对偶形 相同 它具有左右对称 这叫镜称 这讲得更清楚一点 定义 是什么叫左右对称 就是说 你照镜子 然后镜子里面那个东西 能够跟你完全叠合 就较有左右对称 这样讲得更清楚一点 所以 像我这个头发是这样分的 我这个镜子里面那个人 那个样子看起来 我跟他 我跟他就叠不可不起来的 我这个头发这样分 他那个头发那样分 叠合不起来 那就是说 互为对偶形 但是 他不像我 我也不像他 好 这个讲清楚的左右对称之后 我们来 看一看 自然界的事物 哪些东西 左右对称 哪些不 左右不对称 我们探讨一下 先看天然事物 再看人造事物 再看分子世界 天然事物 天上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 叫做什么 学系 差不多有多少个 两千亿 多少个 不知道 大约 你这个数量级差不多 就是说是一千亿吧 一千亿个这个东西 这叫星系 宇宙里面 我们现在所发现的 一千亿个差不多这样的东西 一千亿就是10的11次方式 一后面有11个零 每一个星系里面的星星 有很多很多星星 大约多少个 每个星系里面大概有多少个星星 多少 大约 10的10次方到10的11次方 就换言之是100亿到1000亿之间 又是100亿到1000亿之间 那我们自己 这个太阳系 所在的这个星系 大约也是 以这个模样来讲的 大约我们 在 就是其中 在这个位置 其中的某一颗星 加上它是太阳 那地球当然绕着太阳在转 不过是这个星系里面的 几百亿到1000亿里面 星星之一 这个叫星系 好 这个星系 是什么模样 我们看一看 天上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 那我们天文望远镜 照出来很多 那这个 这个 照出来 刚刚那个图看不太清楚 这个看起来就 有 这叫螺旋状的星系 有没有左右对称 我不探讨 没有 好 没有左右对称 这个没有左右对称 是吗 好 我们是从这里看它 假定我们跑到 假想我们跑到另外一面 去看它 它这个 就是这样转的 跑到那边去看它 看出来是什么样 反过来转 它本身不是左右对称 但是我们现在问 那是不是天上的这个星星 都是这样转的呢 星系都是这样转的呢 应该不至于 应该有 有些也是 因为你 你现在 在这里看它是这样 你跑到那边就看 都是倒过来转的 那我们看 我们这个位置看 天上那么多星系 应该有的是这样转 有的是那样转才对 好 果然 这这个还是这样转的 这个我们看看 这个 这个叫做 顺时针转 这个是顺时针转 再看下去 就有 逆时针转的信息了 这个是逆时针转的信息 顺时针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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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 好 我们先看这个天上的 天上的从星系看起 这个探讨一下左右不对称的问题 它星系本身可能 左右不对称 但是天上那么多星系 去算算看 可能大致一半是这样转 一半是那样转 统计起来 又有左右对称 看地上的东西 雪花 有没有左右对称 有 差一点点 这个雪花没有长得那么完美 雪花要长得非常完美 非常难的事情 这个是相当对称 但是你看这里 还是不太对称 这个突出一点 这里还没有长出来 那大部分雪花未必是这么完美 不过我们讲大致来讲 这个缺陷就暂时不谈它 应该说是左右对称 这另外一个雪花 这个漂亮 这非常左右对称的 雪花 雪花 看完雪花看 台风 这个台风 这边是 台湾应该在这里 对不对 被遮住了 这台风怎么样 有台风眼 然后呢 台风 有没有左右对称 没有 没有 我们这个看不太清楚 看下面 这里 有两个台风在这里 你看这个两个台风 台风这个云的分布 奇怪 有螺旋性 这个台风实际上是这样转的 这样转 这样转的 这个也是这样转 那么我们可以多看几个台风 这个看不太清楚它怎么转的 那么就是想啊 这个 比如说台湾碰到台风 你去研究 奇怪了 奇怪了 所有的台风都是这样转 都是这样转 那下面就问 那 那 这个很奇怪了 这个为什么左右不对称呢 那 这个 有没有倒过来转的台风 有 OK 那么就 看到 这个还是 还是这样转的 刚刚那个是台湾附近的台风 这个是 Katrina 就是 前几年 这个 把美国的 这个 New Orleans 这个整个城 差不多都毁掉了 那个台风 也是这样转的 它是在北半球 但是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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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是 这Katrina 这个就不一样了 这个台风 是在南半球的 是在澳洲附近的 还有一张 照片非常特别 在南半球 拍的 这个有四个 台风 是气旋 这个呢 都是 都是这样转的台风 都是这样转的台风 你看那云 好像是这样子分出去 这事实上是这样转 这样转 是这样 四个台风 这里有一张图 是画的图 显示 北半球的台风 都是 这样转 南半球的台风 都是这样转 所以 你看 光看一个台风 好像左右不对称 但是整个地球来看 又有 左右对称的现象 就是说 没有道理 一定所有的台风 都是一个转方向 不是 地球 分南半球 北半球 它还是有 整个现象是对称的 从 这里我们就 转到这个 维生物 这是病毒 各位也许没有看过这个图片 非常漂亮 很多病毒长得非常非常漂亮 这禽流感的病毒 这禽流感的病毒 有没有左右对称 有 有 这当然是 细节 如果有点差异 不管了 我讲的大致 另外一种病毒 这病毒的 病毒这个突出物 基本上它的分布 跟前面讲的那个 那个 正多面体的 那个 很有关系 它从那里去延伸出来的 我不在 不在这里细讲 这个病毒 另外一种病毒 这个看起来很可怕 这就是所谓的 爱滋病的病毒 看起来是很可怕的 左右对称 你看它 它基本上这里 这个结构 这个正三角形 就有几个 这二十个 这是正二十面体 每一个正三角形 又长出三个东西来 这个病 这当然都是 电子显微镜放大的 那么这是 小儿麻痹的病毒 这里 看起来 你就发现 这个小儿麻痹的病毒 前面那个病毒是 算是左右对称的话 这个也有病毒 它左右不对称的 你看它是往这个方向转 转的 它这个图案 看见没有 这个小世界里面 它有左右不对称的东西 小儿麻痹的病毒 那还有这个 烟草花叶病毒 这是画的 这个模型图 不是电子显微镜 你看它 它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看下面张图就知道 它这个 这是氏菌体 不要讲 我们讲这个烟草 烟草花叶这个病毒 它这个是螺旋状的 任何螺旋状的东西 它都是左右不对称的 所以在这个病毒就有左右不对称的病毒 这个氏菌体 看上面是左右对称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柱状的东西 它是螺旋 左右不对称的 花粉 看一看花粉 这看大一点的东西 花粉各位也许没有看过这个图 这各式各样的花粉 还长得蛮漂亮的 跟刚才看的那些病毒 不要混为一谈 这个花粉比那个病毒要大很多的东西 这个体积不一样 这个也是 蛮对称的 蛮对称的 这其他的花粉 基本上它是蛮对称的东西 花粉 什么花我就不知道了 各式各样的花粉也是很漂亮 从花粉就看到花 这什么花 蓝花 什么蓝 蝴蝶蓝 有没有左右对称 有 他以这个 以镜面放在这里左右就是对称的 对不对 左右对称的 这张照片还是我照的 这个是杨云山的樱花 有没有左右对称 有 好 荷花 我一个同人照的 左右对称 就有这种花 这就左右不对称 是不是 不知道什么花 我叫不出来 竹子湖的海域 有螺旋状 左右不对称 所以有的花是左右对称 有的花是左右不对称的 大家没有注意到 玫瑰 玫瑰是螺旋状的 它那个 那个花是螺旋状的 开出来的 玫瑰很漂亮的 再看看玫瑰 这张照片很清楚显示 它的绽放是螺旋状的 开出来 有一个方向的 还有这种花 就Joster 它花本身就长得这个样子 螺旋状的 也有这种花 花瓣是这样螺旋状的分布 花瓣 螺旋状的分布 看完了 花 看看 这还是花 像是葵的花 它外面的 花瓣 大致分布是左右对称的 我们看看花瓣 花瓣的部分 有没有左右对称 没有 没有 有人谈到没有 乍看好像是左右对称 再看看 另外一种 像是葵 有没有对称 不太清楚 乍看是对称的 另外一种香味的葵 乍看对称的 这是菊花 乍看对称 但是 其实不对称 我们看下去 我先看这个 它这个 它里面有螺旋状的 它这个螺旋状的 延伸出去 那么我们数一数 它 往左转的 那个 线的数目 和往右转的 这个顺时针转 和顺时针转的 线的数目 发现它是不同的 不同的 不同的当然只有 左右不对称 看一看 你可以去仔细算 算这个东西 这个有多少 多少是顺时针转的 多少是一时针转的 这个线的数目 把它算一算 每一种花音都可以去算 这可以算 这可以算 可以算 这个蓝颗的 这个花 这个是花絮 花 这个生长的 方向 还是有螺旋状 它本身花 可能是左右对称 可是它 它那个盘绕的方式 是左右不对称的 我们看到凤梨 看看松果 这些东西都有什么 螺旋状 你算一算 每次下次 你在野外找到一个松果 你算一算看 往右转的线数 和往左转的线数 各是多少 看到凤梨 也不要 拿来就把它切得吃了 你先算一算看 好不好 看这个凤梨 它那个 这里是有 是有 有 螺旋状的东西 对不对 你看看往左 往右的 数目 各是多少 那我告诉各位 你算的结果 发现 它符合这个叫做 废式数列 Fibonacci Sequence 的比 怎么说呢 凤梨的话是5比8 5比8 那么 像刚刚讲的 有些花 它是8比13的 有些是13比21的 有些是21比34的 向日葵 小的向日葵 89比144 大的向日葵 144比233 还有233比377的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数列都是符合这个 废式数列 这个废式数列哪里来的 前面两个是1 然后第三个是1加1等于2 这1加2等于3 2加3等于5 3加5等于8 8加 5加8等于13 等等 这是这样子 做出来的数列 那很奇怪 生物界很多东西 它是跟Face数列有关 不 我不在这里 讲这个Face数列 主要是告诉各位 这个花 以及果 里面有一些 左右不立称的现象 在看叶子 芭蕉叶的螺旋 所以左右不立称 叶子的排列 刚刚看了花 这看叶 叶还有排列呢 叶子为了要争取阳光 它这个叶子 在这个方向伸出来 那个叶子 另外一方向伸出来 它不要重叠 对不对 那所以它会螺旋状的排列 就你发现这个螺旋状 它 它这个某一种 某一个种类 它就是有一定的螺旋法 螺旋状的排列 这里就显示 就是第一个叶子在这里 第二个叶子在这里 第三个叶子 第四个叶子 第五个叶子 第六个叶子 螺旋状排上去 那么 这个 这个是什么东西 我叫不出来 这个叶子长的 也就是螺旋状的 上升的 这个叶子也是螺旋状的 这芦荟 有没有螺旋 有 反而是碰到 螺旋的东西 就是左右不对层 这个是半边连 也是有螺旋 这个才有意思 这是某种青花菜 长得如此漂亮 这个我没有见过 这个是在图片上看到的 这个你看 它这个更妙了 它是本身 像一个螺旋状的东西 但是呢 更妙的是 整体 跟个别的形状 又是相类似的 每一个小东西 又有小的 更大的又是类似 每一个小的 又有小的 又更类似 这个东西非常有意思 这个青花菜 要拥有这么一个青花菜 要好好的珍惜 我晓得哪里可以找得到 总之我现在告诉你 这个有螺旋状的东西 是左右不对称的 能够找找看 校园里面的爬藤跟卷须 这叫卷须 爬藤 千牛花 有藤 爬藤 这里看不太清楚 爬藤 它这样子照上去 你是仔细去看看 校园里面的 所有千牛花 它那个爬藤 都是怎么卷的 是弯弯去去 它卷 那我就问 它是这样卷上去 还是这样卷上去 你去研究一下 然后千牛花研究完了 看看别种东西 是不是一样的 你发现 这个不同的种类 它的 它的那个 卷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 有这个森林里面 有东西 各种东西 都卷在那里 有时候会打架的 这是 有的是这样卷上去 另外一种是这样卷上去 是打架的 有些是不打架的 各式各样 那你仔细去看 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这个 这边 它都是一个卷法 这个是什么 这样 这样转 这样转 这个像是 这个像是 左手螺旋 这是左手螺旋 这个卷须 那你就看 那个 千牛花的 疼的是怎么样的 看这个比较清楚 这样 这样上去 这个是右手螺旋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叫小朋友观察的一个题目 好 看完了这个花跟叶 看看这个动物 这个叫做放射虫 很漂亮 周游对称 这是另外的 书上的照片的图片 它的骨架 周游对称 你看这个是海星 海里面的生物 这海星 五角形的 左右对称 下面看贝壳 这里画了 这里放了很多很多的贝壳 很多贝壳 各色各样 各位看 有没有一个共同点 贝壳 都有螺旋 这边这个图片上的贝壳 还奇怪了 全部青衣色 都是右手螺旋 右手螺旋 这样转 一边转 往前面 往右手 那个大拇指 前进 这叫右手螺旋 那 这张图片是不是 特别把 故意把 这个所有的 右手螺旋的 那个贝壳 都挤在一起 来照张 这样像呢 不是 因为 大部分找到的这个贝壳 它都是右手螺旋 这就很有意思 那是不是所有的贝壳 都是右手螺旋呢 不是 下面一看 这龙公贝是右手螺旋 右手螺旋 它有同样种类的 有右拳贝 跟左拳贝 不同 这个看不太清楚 我们看下一个就知道 这左拳海洛 这样转 有没有左拳的 有 所以下一次 你收集贝壳的时候 千万注意 你看到左拳的贝壳 赶快把它保存起来 价值差得非常非常之多 大部分都是右手螺旋 但是就是由左手螺旋的 只是很少 这个 看起来是什么 这样是左拳的 贝壳都有很多 因为 我们人有很多 人 左右是上不对称的 我惯用右手 在座 在座有 比方说三十个人里面 大约 平均起来 有三个人是惯用左手的 左撇子 那 这个 螃蟹也有 大左撇子 这种种类的螃蟹 它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它就 每一只这样的螃蟹 它都是左手特别 这就是左翱特别大 左右不对称 这种种类就是左右不对称 海里面有一种叫做独角琴的东西 那么 这个 这个是 叫它脚 其实它是牙齿这样的东西 牙齿 它就长出来 那人家在研究 为什么要长这个牙齿 到底做什么的 这个是 不像 不像 这个 其实它 对它的运动 造成很大的不便 这个不知道 不去管它 它就是长了这样的东西 那你仔细去看这个 牙 上面有螺旋 把它拿下来看 哦 这是什么螺旋啊 左右有时候要比比看 这比半天才知道 这是左手螺旋 这是左手螺旋 好 这有没有了 你 你 你这种种类的 所有 的牙都拿来看 它通通是青衣色 都是左手螺旋 像牙你可以去研究 好 那这种 这个动物啊 它有的 有变种 它长出两根牙齿来 那你就想 也许 一根牙是这样 左手螺旋 另外一个就是右手螺旋 这样子对称 那不是 两根都是左手螺旋 其实这种东西 就是不对称 没有例外 你刚刚讲 像牙 那讲我们三羊的牙齿 三羊的脚 看看 三羊的脚 两个都有螺旋状 那跟各位 讲 两个是 一个左一个右 对称的 对称的 人对称不对称 人不对称 哪里不对称 眼睛不对称 一个大一个小 是你吧 还有什么地方不对称 这个话也 没不对啊 这个仔细去看 不过我们大致来看 我们要看大致来讲 外表 大致是左右对称的 除非那个头发 就是这个 左分右分 那这个大致是对称的 但是仔细去看 要是解剖 解出来呢 就不对称了 这个心脏 在左边 所有人都在左边吗 不一定 他知道很多 的确 有非常少的人 这个比例我现在讲不出来 他心脏在右边 那我们绝大部分人的 那个盲肠都在右边 但是有 少数人是在左边 就会开刀开错的 是有的 那这个 这是有 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事情 左右 你说这个 完全是 一个样子都在右边吗 也不是 也有例外 但是总的现象讲起来 是左右不对称的 人的话 看外表 左右对称 看内部 左右不对称 那 习惯用右手 习惯用左手 这个人数 比率并不一样 那么 习惯用右 跟左右脑的结构 这也不一样 所以 讲起来 仔细去看 是左右不对称的 好 一只手 单个来看 是左右不对称的 但是合起来看 左右 两只手 合起来看 这个人 大致是左右对称 看人的期待 期待 这是放大来看 这个把它画图画出来 这个期待真正 造起来不太好看 画图还可以 那个 这个 如何 咦 你发现 人的期待 都是长得这个样子 什么 左手螺旋 左手螺旋 没有例外 奇怪了 好 看完了 刚刚讲这个 自然界的事物 包括这个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我都看到 我们看看人造的事物 看一看 字母 上面这些字母 如何 A是不是左右对称 B 是这样的 OK 那我 好 我要快一点 这个文字 这上面那个英文字是 左右对称的 都是左右对称 B B是这个 你把镜子放到中间来看 这就是上下就是对称的吗 这些字母不对称 中文字 这些是对称的 本日大卖出 都是对称的 对称的 你把它翻过来 就是出卖大字本 也是对称的 那 这些文字是不对称的 这些符号 对了 有些对称 有些不对称 这符号 有些对称 有些不对称 很快来看看 这是我们汉墓里面 找到的一个图 福西云女娃图 怎么样 他 这个 人头 蛇身 蛇的形象 这脚起来的 脚的方式是什么 是个螺旋 这是什么样 右手螺旋 汉墓里面的图是这样 等一下我再提 太极图 左右不对称 这个佛祖的图 他 就是左右不对称 特别中间还有一个符号 这个 万字符号 左右不对称 万字符号 左右不对称 希特勒的符号 左右不对称 注意 我们这个 万字符号是 这样转的 希特勒的符号是 顺势争转 这个两个不要搞混 有人设计的太极图 这个立体的太极图 左右不对称 日常生活的事物 螺丝钉 如何 螺丝钉 一是螺旋 大部分走 这个螺丝钉 一定是 右手螺旋 因为方便 右手 喜欢用右手人 善于用右手人用的 所以左撇子就 有点吃亏 但是 有些螺丝钉 故意设计的是 左手螺旋 这个图 是专门给 右撇子用的 看看 电话线 是螺旋 为什么这些电话线 都长得一个样子 都是一种螺旋 为什么 同一个机器做出来的 电风扇 有螺旋 我们的 吃的头子 不是 现在正规的教育部 这些才公布 这个字的读头 我们从小是读头的 那个头子 头子 你去看 有两种 洋人的头子 有一定的规矩 一定是这样 这个是洋人 洋人式的头子 中国人的头子 没有讲究 所以 一二三 一二三 这里可以有 一二三 一二三 我家里四种头子 就两种样子 这个叫做 Mobiles Band 有两种 这里 不多说 你看这个图案 这有两种画法 这个立体图形 这个有方向性的 有方向性的 螺旋有方向性的 这种图形 有方向性的 这都是 有方向性的 左右不对称 下面看看原子 原子分子的世界 原子的结构 当然我不在这里细讲 这是 这个薛定格模型的图 看这个模型乍看 是左右对称的 对称的 水分子的 左右对称 对称 但是 这个碳 接了四个 不同的原子 它跟它的镜像 你 你把它 想办法叠合看看 没有办法叠合 所以碳 碳 碳 这种分子就是 左右不对称 左右不对称 那很多很多例子 不多讲 那么研究这个 左右不对称分子 用一个叫玄光性的办法 研究 我不想这个 在这里细讲 19世纪里面 做了最重要的 左右对称的最重要实验的 是哪一位科学家 19世纪 巴斯托 巴斯托 这里有他的照片 他是一个 化学家 微生物学家 他最有名的故事 就是 他跟90酸的 他对93的研究 他发现 这个90酸的 有玄光性 但是呢 有一种 消选90酸 那个 那个 成分完全一样 但是没有玄光性 他就觉得奇怪了 他研究这个问题 他就把怎么样 这两者 他的化学性 除了玄光性 外界相同 所以他把它 做成盐 90酸的盐类 它这个溶液里面 他发现 盐类 有两种 这个消选90酸里面 这个 他就把它接近起来 他那个 盐类有两种 那就把 其中的一种 挑出来 剩下的 就有玄光性 各有相反 玄光性 两种合在一起 也就消选 这个不像 这个晶体 长得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那么这个是 19世里面 关于左右历程的 最重要的一个实验 应该这样讲 这是90酸的分子 这个分子和那个分子 互为镜像 不一样的 你看这个 有一个 杂志评选 十大漂亮的化学实验 第一名就选的是 Pastor Separation of Tartate Inasumous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是 互为镜像的 两种90酸盐 这是 最漂亮的化学实验 第一名 葡萄糖 是左右不对称的分子 也是有两种 玄光性的 这叫D-Glucose 一个L-Glucose 两种结构不同 互为镜像 食音 有两种 两种排法 它的晶体就不同的 一个左手性的食音晶体 有右手性的食音晶体 好 看着分子 这个DNA的分子 发现 很奇怪 几乎 所有 不不是几乎 现在所有生命体里的DNA 全是长成这个样子 什么 右手螺旋 右手螺旋 没有例外 这样转 这样转的时候 那个上身的方向是 右手的大拇指方向 不是左手的大拇指 因此有人就附会了 很妙了 画这个图 你看 蛮像的 刚刚那个福星女蛙图 是这样子 我们汉墓里面 福星女蛙 它这个盘 残法 当初它可以画 左手螺旋 可是我们的 古人画的是 右手螺旋 它难道 它预知 后来我们发现的 DNA分子 是右手螺旋吗 这个是 附会 好了 下面 看到那么多现象 我归纳一下 现象界 是否左右对称 做个结论 有些一定左右对称 例如原子 维生物 动植物的大体 有些东西左右不对称 统计上是对称 例如 九十酸的分子 葡萄糖的分子 树木 树木左右不对称 但是有的是偏量 有的是偏量 把统计起来 左右是对称 都是这样的 星系 有些人在统计上 很明显不对称 比方说 投资大部分的 西洋的投资 它一定是一个转法 是运进 变化线 就是一个机器造载 并可很奇怪 大部分的是 一个方向 人心脏的位置 明显上 统计上不对称 大部分的位置 云露于花火的螺旋 成的卷须 螺丝钉 电风扇赛烟 能行动右手 还有蝙蝠飞出洞 飞出洞的螺旋 螺旋 它一定是这样的 某一个螺旋 飞出群 这都是明显的 可能界上的 不是不对称的 有些东西一定不对称的 没有意外的 也有 比方说 DNA分子 脐带 足脚前的牙 这个生命体内的 氨基酸等等 所以 那我们就好奇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这么样子 对吧 造成这种现象 两种可能的原因 一个是物理律 左右不对称 一个是物理律 是左右不对称 但是呢 初始条件 左右不对称 两种原因 我目前讲什么叫物理 物理是 从现象 要 抽象 归纳 得到理论 就是律 然后用这个理论 来解释现象 物理是在感觉变成 所以有两个层次 一个现象与理论 我们觉得 刚刚看完的现象 现象有左右 对称有各式各样 有的是对称 有的是不对称 统计上对称 不对称等等 很奇怪 问 层次高一点的 理论层次 左右到底对称不对称 这个问题 就比较深一点 我们看一看 简单 力学率是左右对称 以往说 流伦力学的三率 万有盈利率 电磁率也是左右对称 对称 不管是哪一个率 库德率 高斯率 安提率 法拉提率等等 马克思维尔法 左右对称 我会在这里寻讲 这个是比较专门的 自然律是否左右对称 答案是力学 电磁学 都是左右对称 绿是对称 那我们简单用下面的图 来表现一下 这个左右对称 这个 代表同电相似 异电相吸 这个东西 你镜子上 照一个镜子 看起来没有现象 跟它是一样的 左右对称 同向的电流相吸 异向的电流相似 这个也是左右对称 我不在这里寻讲 主要总是对称 比较复杂一点的问题 你讲通电流池的电磁场 这个磁针的转向 这个问题乍看是不对称 但是呢 你不晓得磁针那个 磁针哪个叫北极 哪个南极 这是人为的 你换一个方向的话 就对称 这个不再寻讲 总之电磁针 就是左右对称 好了 如果自然率是左右对称 刚刚讲 地磁针跟电磁针都左右对称 如果所有自然率都是对称 那现象界的不对称 必来自初始条件的念数 比方说 为什么所有的DNA 都是右手螺旋 有人就说 也许第一个DNA是右手螺旋 所以夫子一国人 都是右手螺旋 不知道对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 能劝切的答案吧 总之是因为初始条件 下面就有这个 所谓奥子毛问题 如果跟远心人变名左右 就假想一个问题 假如有很远的人 远心有人 但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真正有智慧的生物 假如有 我们现在想办法跟他变名左右 有什么办法 那么远 那么不可能 面对面 只有用通信的方法 如果我请他 请把右手举起来 感觉他长得共鸣一样 他说 我听不懂 你看我们教小孩子 走路 多少 左一条先走 他就搞不清楚 还是左一条右一条 这很困难的 你知道很好 更小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我跟你讲 那个 好 如果跟远心人变名左右 这个很困难的问题 你这样右手举起来 他说 我听不懂 听不懂 他说 不知道你讲的到底是哪个人 你去做 那你就说 那右手就是脚有力的手 可不可以 不行 因为他这个世界 可能大部分是走鞭子 听到在你的左边 也不行 DNA是右手螺旋 对不对 偏偏他那个世界 可能所有的DNA是倒过来转 对不对 因为自然力是左右被称 他有什么道理 一定要这样转 他这样转 也可以 所以他还是听不懂 他说 你的飓风 还是怎么样 你是顺时针转的 所以是什么 又走走走 他不可以 还是搞不懂 因为他也许在哪儿 他不在乱走 对不对 那 那 变流的问题 也是没有办法 把这个 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我自己去讲 没办法做 好 你知道 1956年 这个事情 有新的转机 在四十年 与郑道羊的年 这次 当时 他们只合作了 无间的时候 这个 这么年轻 他们分析一个叫做 这叫tau的依赖 这个 你把人在这里讲 总之 有一种基本粒子 它是衰变为 两个粒子 它叫偶性 有一种粒子是 叫tau 衰变为三个粒子 叫畸性 这两种质量都几乎一样 猜测一定是同一种比资 那这种比资又是偶心又是极性 这可以吗 他就决论说是 可能在小世界左右未成 这个不多讲 他这个提出1956年提出这个理论猜测 在弱作用里面可能左右未成 当时他们提出论文来检讨 重力里面有没有左右对称的实验 有 电磁交互作用有没有左右对称的实验 有 强作用有没有 有 就是弱交互作用 从来没有做过左右对称的实验 但是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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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没有人去做弱作用有关的实验 去验证 所以理认到弱作用管家去做 去做一个实验 那大部分的人猜想 这个实验做出来毕竟证明还是左右未成 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也不能肯定 他是建议去做 谁做这个实验 第五五六年 吴建雄 他在二次世界里做了关于左右非成最重要的实验 他的实验装置如下 这个字如不解释 他是做孤六时的 低温下磁场中孤六时的变化算变实验 这个太重要了 仔细讲的 如果不简单 如果左右非成的话 这个孤六时 在这个低温下磁场 就是有电流的方向 这非常酸便方向应该是 这个方向也有这个方向的变化 左右非成 好 这个两边都有水面 结果实验结果 实验结果 这个电流的奇怪 是非常酸便的 是这个方向 会往这里跑 那我们就把这个 电流方向改一改 这样转 就非常酸便方向往上跑 我们两个合起来看 你电流是这个方向呢 非常酸便方向是这里 电流这个方向 非常酸便方向 你不管怎么样 电流方向 非常酸便方向 都成一个什么 左手 左手关系 不管你这边都是左手关系 不 这是第一个发现的 是基本 基本粒子里面 左右非非成 不是现象的 非成 是绿的 自然绿的非成 基本粒子里面 若有作用 左右非成 影响是什么 你正在我影响 对你活着 1957年 都没有忽略 我认出 书尔 市长 他们 有忽略 对我们一代的影响非常高 很多人 因此 有委屈 开启作作用研究的新机缘 你把医院创过来 主要扩设的研究 对宇宙人精神的地图 以生命起源 各种 巨大的影响 你真的 杨振宁获得都没有想 但是吴建雄没有获得 为什么没有获得 因为吴建雄中的实验 要用低温实验 低温的仪器 他会有分别的联系 那个人也就跟他联名 一起在 发表论文区名在里面 那我要讲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能给超过 再个人 如果李正道洋 那你给这样 吴建雄也给的话 另外那个英文 他就吵了 吵了要死 要给他 因为一切是他的 那 吴建雄才能管理 所以 吴建雄最好可爱 非常贵心 但是没关系 后来所有的大将 都给了吴建雄 各位看到 他这个 所以吴建雄能达到的 奖的 奖的数目是 免超过其他所谓 然后这个 美国国家特别的奖上 这个很难的 很难的 当时 登到这个 Council 可或 这个Walk Price 因为或者是 Walk Price 物理的奖 这个Walk Price的金额 比 努比尔金额还要够 好 下面就是讲的 快要结束了 怎么样 与原先跟电影左右 有办法 请坐五遍中心 好 好 但这里有个插曲进来了 如果这个原先的 他说是反物质组成的 结果他说不行 我也许是反物质组成的 反物质跟我们物质 这个字不多讲 不能够相遇 你不能去 去验证一下 到底是不是 这个 这个时候 这时候 又分不清楚 怎么办 还是都没办法分清楚左右 如果远近 因为我们 是相同物质组成 他们的 无限度实验 因为我们相同 反之如果远近 是由反物质组成 他们的无限度实验 由我们互为进行 不然还是 还是会办法分清楚左右 这个问题 这个 刚刚时这个 杨振宁写的一份小书 都用这个图片 刚刚这个 H这个图片 都封面 他就表示 这个图片 你看 左右 是不对称 左右不对称 因为 像这个方向的 都是画这个 这类 这类 就是比较深色 像 左方向的 都是浅色 左右不对称 这个图片本 是左右不对称 但是如果 变了色以后 就对称 用这个来表示 这个 对称 还要加一个另外的变换 才能够阻留对称 不过后 后来这1964年 1997年 有新的发现 这个我没有办法 这个似乎太专门了 这个可以把 物质跟反物质 把它分辨出来 分辨出来 所以呢 答案 那 如何与远新的变明作用 证据答案是什么 先做K粒子的摔变实验 再做无限用的实验 就可以了 K粒子摔变实验 分清楚到底它是 物质还是反物质 分辨出来 再做无限用的实验 就弄清楚 画出现 做这个实验之后 请它把 右手举起来 它说OK 我做了 这个世界终究是做的 非常 好 好 这个图 你看这个 Axia画的图 这个图 耐人玄威 这个左跟右 这个图 到底怎么回事 有兴趣 研究一下这个图 你见Axia有兴趣 这个是Axia的照片 最新的发现 不只用K粒子 用B粒子实验 研究这个东西的 今年得到东西来讲 不许一下 最后 我们今天讲什么 第一我们讲照镜子 第二我们讲 什么是左右别臣 第三 我们讲现象界 左右别臣 与不别臣 第四 我们讲 自然率是我左右别臣 最后 我们谈一个问题 如果与眼睛能面臨有用 答案是 可以 可以 简单的事物 更含大道理 整理的实验 启发性思维 有讲过清楚的 或者是 基本性的咒语 有这个 你出来的问题 好 前面 你说这个 终于说 在终于的 左右 对 哈哈哈 后来 现在怎么让终于 跟电磁粒 这两个基本的 統一的理論是左右配層 是的 統一的理論 為什麼左右配層 這裡面牽涉到一個關鍵 有一種基本的理智叫做中微子 英文叫Nuchino 它被它衰變的時候 它一定放射出來的一個叫做散中微子 因為散中微子本身一定是螺旋轉出去 所以避震產都很非常 這裡已經有一個關鍵的因素 好 請 這裡有一些問題 今年 對於證破損 Nobel Prize 與今天講題的關係 請說明一下 何謂反物資給大家講 剛剛我這裡有提到 我不是這個專家 我不能講得太那個 就是說 小林城 一傳名 今天德文 諾貝爾會獎三位日本 其中 有兩個人 他是提出一個 基本理智和跨客的模型 他認為有六種 六種跨客 這個 這裡也順便講一下 這個模型 正式的名稱叫 Capibo Kobayashi Maskawa 這個 Kobayashi 是小名稱 Maskawa 是幾川名 前面還有一個 意大利人叫 Capibo 這個也很重要 這個模型 是三個人聯名的 結果給了這個 這兩個人拿了諾貝爾獎 這個意大利的抗議 當然抗議 這個 為什麼不給他 這個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辦法 沒答這個問題 這個 每年諾貝爾獎 給出來 都有很多這個 雜音的 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為什麼 沒有給他 給了這兩個人 那麼 他這裡面 他的理論裡面 他之前牽涉到這個 破稱 這位先生的問題 就是 破稱 破稱的嚴重 最早是 誰 引發的 就是理生到陽對稱 因為以前的人都認為 左右對稱 以陽之後才有人 想到 如果作用裡面 有左右不對稱 那 如果作用裡面 左右不對稱 順便就研究 其他的稱 也可能 不對稱 那繼續研究 我發現好多新的問題 進行發 一連串的問題 那 這個 一連串的發 發現 那你這裡提到 這對稱破損 這個對 對稱 有一些對稱是 完全的左右不對 完全的不對稱 有些只是 叫做 少許的破壞 叫做 瑕疹 就是一種破損 有一點破損 那這裡面也 一起來 很多 超過我的 這個學問 我沒辦法回答 總之 他們這個 研究 是 跟這個 強作用 弱作用都有關係 牽涉到弱作用 凡是牽涉到弱作用 一定有 左右不對稱 一定有作用 那這個 這個 洛作用的左右不對稱 開始就是 以正那一行對 所以 那麼 他們 得到這個 諾貝亞獎 主要 不是左右 對稱 或者是 破稱這個問題 而是 這個 這個 跟洛作用有關 強作用有關 跨客的破險 那另外一個字本 另外一個字本 就叫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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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破稱 跟剛剛講的左右對稱 不對稱這個問題 不是直接相關 是間接相關 就是說 我講過 因為李陽做了 這個 不對稱的研究 才有引發別人 研究各種各樣的對稱問題 這個 沒有直接相關 我想 我 超過我的這個 範圍 我想 我回答 下面 什麼叫反物質 這反物質 這個一般 日常生活 不會碰到 但 現在在我們實驗室裡面 可以做 做什麼東西呢 先不是在實驗室 就是宇宙線 宇宙線 然後發現 有種 質量 跟電子一模一樣 其他性質也都一樣 唯獨跟電子不一樣 就是它帶正電 電子帶負電 其他的性質完全一樣 宇宙線 裡面發現 所以宇宙線就是這個 外天空射來的 一些東西 在我們地球上可以偵測到 這種東西呢 我們現在叫做正電子 或者叫做反電子 這是第一個發現的大物質 那這個發現大概是1932年的時候 開始的發現 那後來在實驗室裡面 繼續就可以做出來 這個細節就不加了 就是 我們的質子是帶正電 那也可以找到那個 帶負電的質子 那質量跟其他性質 跟質子一模一樣 唯獨跟質子不一樣 就是電荷不一樣 帶正電 電量也一樣 就是符號不一樣 那就叫做反質子 反質子發現 又進一步又發現反中子 然後進一步就有人 這就做到了 反質子跟反中子合起來 這個 合起來的這個 中子 一個中子一個子子 合起來的 就是反 刀 對不對 刀的合 那麼一個 反質子跟反電子 合起來的反輕連子 這個都可以在實驗室內做出來 那麼更大的東西 也許有 也有做出來一些 沒有辦法做錯 更大的東西 因為這種 反物質 在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它 不能夠長所存在 為什麼 因為 正電子 碰到負電子 一碰它就淹滅了 正直子碰到 副的直子 板直子 跟這個 我們這個直子 一碰到 它又淹滅了 就會產生 變成這個 光 這個 在這個世界上 只能夠很少 不可能大量存在 但是 有的人就想 也許這個 很遠的 星系 整個星系 它都是反物質 整個一個 那就是 這個是反物質 我簡單再回答一下 就是 我們這個世界裡面 反物質有沒有 有 但是少量 但是在 很遠的星期 也許有 大量的說明 不過現在 我還不能夠肯定 那麼 這個 這裡面跟整個 宇宙論有沒有關係 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這個世界 物質 比反物質 多得多 那麼 也許這個 跟宇宙的深層 就是有關係 這個 多說 下面一個問題 螺旋所表現的 不對稱 難道是表達了 落作用的不對稱嗎 這個事情 有人 是這樣的看法 比方說 地球上的生命 這個 比方說DNA 都是右手螺旋 地球上這個生命體裡面 反而地球上 都是這個 某種全光線 這個原因 是不是 最終是跟這個 自然界 落作用的 左右不對稱是有關係 有人 持這種 看法 但是還不能肯定 有人 只是持一個看法 就是說 嗯 初始條件 就是說你地球上 第一個 DNA 是右手螺旋 所以後來 這是DNA 這是一種說法 不過這個說法 可能太簡化了 可能這個自然率的左右不對稱 但是 是影響到了 這個我們 地球上發生的事物的左右距離 是有的 這個 都還沒有定論 是否還有可能 有更深的大自然的秘密 這個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事實上我們 所知但是有限 就拿著宇宙來講 這個這個這個 現在發現 這個宇宙裡面 有很多的暗物質 這個所謂這個 暗的能量等等 到底是什麼東西 到現在不知道 現在用這個大的加速器 來研究的基本體質 那還有很多這個 還沒有發現的事情 那麼 牛頓當年說過一句話 他在晚年有一句話 他說 我只是像是在海灘上玩耍的一個孩子 找到了一些漂亮的貝殼 但是大海就忙忙 那現在我們 看牛頓那個時候 牛頓那個時候的確忙 現在已經發現了 很多很多新的東西 牛頓完全不知道的東西 不過還是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 這個我不敢講 可能 這個未來還是有很重要的這個 那個發現 把過去我們所認為 引以為歸念的這些 這個 推翻掉了 好 下面一個 在瑞士實驗的黑洞 到底是什麼 第一我要講 就是沒有實驗黑洞 這是有一些媒體報導 說是這個什麼東西 就是怕 它造成這個黑洞 或是造成世界毀滅等等 這個好像是太 講得太驚悚 那麼 這個 我 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不知道怎麼確切回答 這個事情 那麼他是想要 要用高能量的動靜 高能量的動靜 模擬一些這個宇宙 出生的時候的一些情況 我不敢多說 好 這個 什麼是上帝的例子 這個是有這個書 書的名字叫做 Gothpolic 它的說法是說 這個也是有人的說法 就是 有個 有個例子還沒有被發現 但是它是主宰這個 這個 這個 基本理智德的世界 這個事情 那種 例子他們銀子偉 Gothpolic 就是那個 那個作者給的名字 我想這不是 不是一般人的共識 懸光率是什麼 就是懸光 這不好講 這個光 光是一個 用最簡單的講法 就是 你們說是 知道是橫波 橫波的話 進行方向在這裡 橫波的話 跟進行方向區域只有兩個方向 一個是這個方向的正方向 那我們普通看的光就是 這個方向的震盪和這個方向的震盪都有 但是你可以 把挑選其中一種 讓它這個光 只是一個方向震盪 這個叫做偏正光 偏正光 好 你把這個偏正光 射到一個溶液裡面 這個溶液是這個 分子的溶液 比方說葡萄糖的溶液 讓這個方向的偏正光 射到這個溶液裡面 跑出來以後 這個偏正的方向轉為一個角度 這個叫偏正光 這個叫玄光 那這個葡萄糖有兩種 一種叫右旋的葡萄糖 一個是左旋的葡萄糖 右旋的葡萄糖 你這個這樣子 你在這裡看 它就是 方向轉為這個 光的正檔方向轉 左旋葡萄糖溶液 它是光的天正性轉為這個方向 這個叫做右旋的葡萄糖 你看是可以 那麼 下面的問題 整個宇宙假設是左右對稱 是否 以物理界角度而言 如果整個宇宙假設是左右對稱 是否可能推論有另一個地球的存在 這個話 不知道怎麼回答 因為 其實宇宙我們已經發現是左右對稱 所以這個假設不能成立 這個 的確我們發現是左右對稱 自然 物理界就是左右對稱 那現象更有左右對稱 下面一個問題 請問我們所發現的東西 大多數右手螺旋多於左手 是否因為大部分軍在北半球做巡迴 而在南半球走過左手螺旋的東西 會大於右手螺旋 不對 不對 我們所發現的東西 要分很多不同的事情 要不同的 爭辯出來 對不對 你講颱風 那的確北半球跟南半球是不一樣 那麼 講人造的事物 人造的事物 大部分是對稱的 你看這個影子是對稱的 那有部內稱就是這個東西 對不對 這個拿出來這個就是左右部內稱 那這個原因出在哪裡 出在這個人的右邊 用右手比較多的關係 它這個 我們這個文化是歧視左邊的 對不對 這個東外皆然 古今皆然 所以這個造成的樣子 這個跟那個自然幣沒有關係 那 那 至於那個 我們說這個 我們找到 比方說電話線 都是這個右手螺旋 都是左手螺旋 那都是那個 都是那個 同樣一個機器造出來的 那個機器又是 另外一個也是同樣一個廠 做生產的機器 是這樣子 那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至於這個 各種 有些植物 奇怪 這個千秋花呢 肯一定是這樣賺 而不是那樣賺 咦 這個就是 需要研究 它這個總態就是這樣 這個 之根於它 它裡面的它那個 基因密碼 就是 就 就這樣訓練 那 那為什麼是這樣 這個是一個大問題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這個 人的期待 為什麼都是 都是左手螺旋 跟它說 這個恐怕到現在沒有的 並沒有答案 這個是很 很簡單的問題 我可以去說 但是隱藏了很深的道理 很多問題到現在 並沒有 並沒有答案 那 很多生物界的這個螺旋 為什麼是 不要說蝙蝠 為什麼都蝙蝠它 它完全出去 它是某一種螺旋 出去 並不是另外一種螺旋 那不知道 這個這樣 這個 還沒有答案 跟地球直轉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應該是 因為地球直轉 你說是這樣 這樣轉 是這樣看 你倒過來看 你覺得 我們是不是在北半球 我們就習慣是 北極威 我們認為是這樣轉 那你如果到南岸居層 那樣轉 就這個 這個沒有關係 還有什麼問題 請 老師 聽說 黑洞占宇宙大幅 比較大的比例 是不是這樣 那麼 當然是 原來講說這個叫北極威 還是這樣講 那麼 為什麼 說我們看不到 看不見 那為什麼不講透明 這樣講 這個我先要澄清這個名詞 宇宙大部分的東西 現在說是叫做 Dark Energy 用 Dark這個字 Dark 翻譯叫做 暗能量 那有些 因為物質 物質又有暗物質 又看得見的物質 又有分別 大部分的 很多物質是看不見的 叫做 Dark Matter 暗物質 你講的這個 黑這個字 這個跟剛剛 黑字 用Black 這跟Dark 無關 首先要呈現這一點 我們說 宇宙大部分的是 暗物質 暗能量 並不表示 它們的黑度 這個是 看不見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在這個 在這個 這個物質裡面 在我們這個星系裡面 的確發現 一些現象 那現象 表示有一些星星的 繞一個東西在轉 繞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本身看不見 但是那個星星的 繞一個轉 同時的轉的那個 周期 還有它的大半徑 可以推上出來 這個空間的東西 質量 大得不得了 那我們就猜想 就叫它 叫黑洞 是這樣 黑洞本身並不是 本身看不見的 既然這個黑 它才會發光 的這種感覺 但是呢 我們是從 其他的現象 推論 那裡有一個 黑洞 它算是一個 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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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質量 很大的質量 這個叫黑洞 另外 你剛剛講這個 提到一個 黑 什麼黑體 不是 就是 Black body 不是 Black body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不是 所以 這個我們 可以 Black body跟黑洞 黑洞 另外一個 我無法在這裡 講清楚 不是 黑洞 叫做 黑洞 叫 所以 Black body 是一個名字 Black hole 是一個名字 Dark matter 就是另外一個 這裡 簡單講 要分開 如果不是那麼清楚 如果不是那麼容易解析清楚 好 還有什麼問題 對 它衝動 就是這樣 哇 這個超乎我的 我的 知識上面 這是宇宙論裡面的一種說法 我不敢講 宇宙論 宇宙論是一種 很多 宇宙論跟普通的物理不一樣 它是不能做實驗的對不對 所以 不知道 我講的物理是 可以做實驗的 這個 這都是假設 你不要說黑洞 黑洞 你只要看不見 你不能去摸的 你什麼 你什麼叫黑洞 你不要 它發現這個黑洞 這什麼意思 它發現了一些現象 就可以用黑洞的理論來解釋 叫做黑洞 就是 我又發現了電子 發現了什麼 中綿子 一萬綿子 一萬綿子 它是電子 電子的地方來到 又要讓你 你已經 耳朵連想 已經電子了 我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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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看得到嗎 摸得到嗎 你一直摸不到 那它說 它是電子什麼 它發現了一些現象 但是電子的理論 你不解釋的話 就叫做它 它會在電子 用著科目線的處理 才不會 不能用不起來 是嗎 是嗎 如果 如果 中綿跟中綿 都能解釋 然後 再一次 到老闆 剛剛 那時候 有電子的目 它沒有 那是公子 公子 就是 那個 它有個 電子的故事 裡面比較是 幻念比較深 還是 有深的幻念 我現在 也是講不出來的 但是 它有幻念 它反映一定 抱歉 那種各式的東西 它裡面還是有個幻念 有幻念 有幻念 這個 所以 這也是很深的 很容易 它對老闆 都是 一種模型 一種感受 因為 如果 那種感受 如果 那些大線 我們可以解釋 我剛達到了這種現象 所以 我們 這是我們的現象 所有的 很多 人都是這樣 親自 好 所以 歸零朋友 今天時間長期 我們差不多就是 請問做到今天結束 好 那非常謝謝 各位今天來今天訪問我們的活動 我們跟各位預告一下 從下一場的話是 從師到台中來一起散 所以我們成功就從大大學 那 長者是從來 宏教授 有興趣的話 歡迎各位來訪問 天堂活動 今天我們都會到今天 如果想要各位老師繼續討論 請別再順便給應付的話 就大家留下來 好 那我謝謝大家 期待的晚安 很期待會 請我請你們 好幾個月 有個天下 水